金普聰出來幫市長反映這個兵役問題 那律委就批說這個模式是不是乾脆金普聰出來選 看到金小刀出效 大家都嚇了鑰匙 民進黨不用那麼害怕嗎 第一個美國方面會關心這是必然的 但是是關心有很多種 各位我在駐美工作過 他如果今天直接打電話 他們這個IT的處長或什麼 就說你們是不是很正式的希望我們給一個答覆的話 不是啊 事實不是如此 他們只是透過一個人來問說 這個很混亂這個講法 到底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當時就依據我們跟各位的解釋 跟美方說明 但我在這要特別強調 我們用我們的立場 我在回報的過程也講過 我們是候選人 我們今天如果是總統 當然一定最大的指導方針 就是過去所說 No surprise diplomacy 就是無意外的一種外交 但今天是在選舉 我們不會說美國人 要我們做什麼 他們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而且我們的政策基本上 是正確的 我們追求的是和平 我們追求的是和平 看看那個前提 侯市長所提出的 是以和平 和平兩岸穩定和平為前提 蔡政府目前所提的政策 我不曉得 在我看來 美國AIT的這個 助長也曾經講過 避戰 避免戰爭 是一個國家領導人該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蔡政府好像只強調備戰 被戰應該是避戰中的一個必要 但絕對不是應該是唯一的 但是他現在所做的一切 是把我們都推向了戰爭的邊緣 所以我覺得去給人家貼標籤是不好的 就剛才講 有人說我親美 有人說我反美 有人說我這個生懶 有人說我淺綠 有人說侯市長也是什麼 什麼皮什麼骨的這個 我常跟人家解釋 在我重生的經驗之中 發生這種很多的事情 我曾經有一個副手 一開始就被人喊成什麼綠色細胞 後來是跟著我們一路進入總統府裡面 擔任要職 所以我始終認為 隨便給人家貼標籤這種手法 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您的問題 我再一次的強調 我們選舉有我們自己的立場 有我們自己的政策 侯市長 大家如果認識他也知道 他是一個 有一個看起來很 客氣禮貌 但是他心中是很堅定 就像他接受邵康兄訪問的時候講過 我們兩個都覺得我們 這個個性之中有一些相同的特質 所以我們很快的能夠磨合 所以沒有什麼授權不授權 大家都是一條心 市長當然是我們的主帥 選戰的主帥就是他 我任何重大的決定都會請示他的 我們是合作無間就是他講的 昨天晚上 我因為 我沒有聯絡 我在此要鄭重聲明 我在美國工作的期間 在華府期間 從未跟崔天改 見過面或談過話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覺得這是 完全是無中生有 這個捏造事實 惡意的抹紅 吳坤先生又依據他剛剛上面這個說法 他再進一步推論說 我是要幫侯市長 侯友宜市長 跟國台辦去回應節目 回應這個題目 他這樣的抹紅方式 其實就是為了這個選舉的目的 他先抹紅我 再繼續逐漸逐漸的去抹紅 侯市長 跟各位報告 這好像是我 從 正以來 第一次被人抹紅 我還被抹的各種顏色都有 有人還說我偏綠 那有人又說我是這個 遠美親中 不是應該是遠中親美 各位知道 紅色加綠色 配合起來是什麼顏色 就是黑色 就是抹黑你 所以我在這裡 我正中的要求 吳坤先生在24小時內 要正式的公開道歉 否則我就正式提告 那 再一次的強調 這樣的動作跟後面的動機 就是先想抹紅我 再逐漸的抹紅侯市長 但是我們不會做事這種情形發生 我們會 正面的站出來 面對這樣的一個不實的攻擊 正式做各式各樣的回應來 捍衛我們自己的這個名譽跟 這個我們的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態度就是 我們絕對是正面面對 所以未來也是這種態度 這也是今天開這個記者會最主要的原因 謝謝各位 我想最近各位在媒體上也都看到很多各式各種的民調 所以真正深入了解民調的人就知道了 你可以回頭去看各種歷史 六月七月的民調 往往都是最混亂 但往往也跟最後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這個民調在台灣政壇上已經變成一個工具了 民調應該是一種科學 但常常被這個政治人物拿來當作藝術操弄 因為從題目的設計開始 到整個民調出來以後的解釋 還有中間操作都有空間在 我們常講抽樣誤差 抽樣誤差之外還有非抽樣誤差 非抽樣誤差可以造成更大的這個數字的不同 我已經經過查證知道 目前有些人已經在民調公司 去要求 說如果你依照我提供的題目做 我願付90萬 如果你們依照你自己的題目去做的話 是50萬 50萬都高了 這個是經過查證 確有其事 民調機構的負責人跟我正式正式 而且他拒絕了 所以這樣操弄民調在台灣的選舉中 現在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還是第一次聽過 不過大家可以去查證 有些民調公司如果有認識的話 看看我講的是不是事實 我是早年做過新聞處長 我就跟各位媒體講過 我不會騙你們 對於媒體我一向不會欺騙 我可以不告訴你 但我絕對不會騙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是 我也查證過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其他問題